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长吧 偏你喜用知识点燃生活 我是你今天的主讲教练,好业 在开始之前啊,我想要问你一问你 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资产 包含能拿一些东西呢? 不用多想,里面肯定有你 辛辛苦苦所积累的钱财 也有你战战兢兢投资的股票 房产或是各种资产项目对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人脉也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 非常珍贵的资产呢? 今天这一集还会就来由你分享 别独自用餐,85%的成功 来自于高校的社交能力这本书 本书作者,骑士法拉奇 是Ferrzi Greenlight的创始人兼CEO 阿佛商学院毕业 在创建自己的公司之前啊 也曾经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副总裁和行销主任 更是被克雷恩自家哥商业杂志评选为 40位40岁以下的商业精英之一 法拉奇的出身品行能够有一生的成就 全部都是因为他透过努力经营人脉 打造高品质的社交圈才得来的 在那后来甚至成为了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社交顾问 别独自用餐这一本书 就是他多年的社交心法总结 以他自身的经历证明 只要你能够管好自己的社交圈 你就会终身受益 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写的那样 一个人成功 有80%都是来自于人脉 然后今天我就来和你分享 拓宽社交圈的三个原则 以及人脉管理的三个步骤 首先拓宽社交圈的三个原则 一 不要有所保留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会爱与面子 或是因为不想拖见别人的人情 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好意 而另一些人呢 则会因为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而不愿意去帮助别人 但是在与人们进行连接的时候 是一种持续性的双向过程 你需要能够接受帮助 也要能够慷慨给予 这是拓宽社交圈子的一个重要原则 让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 不要忧郁 能够帮就帮吧 关系就像是肌肉一样 你越实用的话就会越强壮 这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氛围 只要你帮助越多的人 那么就会有越多的人 愿意给有需要的人 无论是你还是别人提供帮助 二 为与筹谋 人生活在一起 就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我们继承人脉的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迅速得到资源 不过你也知道 要建立稳固的人卖关系 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你等自己遇到了麻烦了 才想要开始认识那些 可以给你提供帮助的人的话 那就已经太迟了 所以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就积极的去拓宽自己的社交圈 比如你可以参加公司的跨部门专案 认识不同部门的新朋友 这样做也可以学习到更多新的技能 又或者是 你也可以参加社区组织 或者是兴趣社团 并且成为其中的领头人 多进行交流 又或者是 你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课程 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五人平均理论吧 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平均起来 就是你自己 换句话说 你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交圈子 其实就取决于 你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我们都应该先了解自己的使命 确定自己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或是梦想 才围绕着自己的目标 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 在书里面 作者就分享了建立人脉 达成目标的三个步骤 一 确定你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 比如你可以向内探索 先列出你的梦想或是目标 再列出会让你开心的事物 然后再将这两个列表进行对比 从中找到你的热忱 或者是你也可以向外探索 向你身边的人询问一下 看看他们最羡慕你哪一些方面 也就是你的优势 以及最想要帮助你的是哪一些方面 也就是你的缺点 第二步 制作关系网行动难途 NAP 简单来说 就是写下你达成目标 所需要的技能 工具 以及资源 比如你可以将你的目标 分成阶段性的任务 然后写下每一个阶段 你需要怎样的人脉 以及资源 最后再分析你要用怎样的策略 去获取这些人脉和资源 第三个步骤 建立个人顾问团 让你的顾问团 能够鞭策你朝向目标前进 在制作好关系网行动难途之后 你可以寻求顾问的建议 让他们帮助你看一看自己的盲点 从而改善自己的策略 让你更加能够快速的 并且有效的达成自己的目标 在了解了拓宽社交圈的三个原则之后 接下来就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人脉管理的三个步骤 人脉管理的三个步骤 主要是准备 连接 以及步步紧随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人脉管理的准备步骤 事先想看 如果有人找你帮忙 但对方却叫错你的名字 这时候的氛围会变得怎么样呢 为了避免这种叫错名字的窘境 所以我们在与人交流之前 最好就先做好一些基本的准备 比如了解对方的近况 经历和兴趣等等 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给对方提供一些帮助 这样的诚意更能够加深彼此的联系 给后续的交往留下无限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来说 许多商业交流或是圆桌会议的日程 总是会在会议开始之前 安排间断的见面会 以便能够让参与者 互相彼此的交流 互相的熟悉 而作者每次在参加这一类型的会议之前 总是会先查明自己想要认识的人 一般会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适合的时间点 出现在这些地方 同时他也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 好让自己能够正式的和他们交流的时候 能够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作者得知他想要认识的西欧 曾经参与纽约马拉松大赛 而他自己本身对马拉松训练 所需要付出的艰辛 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 因为他也曾经尝试过 但却因为自身的膝盖问题 而暂时放弃了训练 但是这样的一个连接点之后 作者很快的就跟这一位CEO数落了起来 两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作者就很直接的表达自己对于CEO的仰慕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身体适合运动 可是马拉松训练却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CEO一听一个不熟悉的人这样一问 自然感觉非常的好奇 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是他的兴趣所在 在后续的交流当中 作者向CEO介绍了一门强化训练课 而且在会议结束不久之后 两个人还一同结伴 去参与了那一个课程 然后作为回报 CEO也给作者提了一些建议 帮助他扩展跑步的训练 一直到今天 两人每次见面的时候 都会说一说有关于训练课的事 而作者也会告诉CEO 自己马拉松训练的进度 引用作者一句话来说 准备就是为了能够 把每次很容易被人遗忘的邂逅 发展成一份真正的友谊 如果光靠诀窍 却没有前期准备的工作 那就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大人路 并且跟他们有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谁的话 就应该先尽力的 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又或者是想办法 参与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当中 这样一来你才能够进入他的生活 跟他建立起更加深一层的关系 第二步 选择性的进行连接 在第一个步骤里面 我们为了多认识朋友 而进行了准备工作 收集到了那些已经认识的 又或者是想要认识的人的近况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认识 并且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所以人脉管理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选择我们想要进行连接的人 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关系网行动蓝图吗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筛选的工具 举个例子来说 作者以前在一家专卫大企业 定做线上小游戏的公司 担任公司的总裁的时候 就会公司制定了几个目标 并且也延伸出了相关的 关系网行动蓝图 在作者的行动蓝图的表表当中 它列出了许多重要的角色 像是网络和游戏产业的相关人士 公司总裁 媒体记者 程序员 学术界的人士等等 然后他又将这些列表名单分成 已经认识的人 以及想要认识的人 根据情况的不同 作者又更进一步的 按照地区 行业 或者兴趣爱好等 给自己的名单 进行再一次的分类 有了这一份名单列表之后 作者与人进行连接的效率 就变得更加的高了 当他想要替公司的产品 或是服务传播一些舆论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打开影响力名单 联系名单上的媒体记者 以及一些业界的分析人士 总之 只要把重要的人士 优先标记出来 将追求的目标过程当中 你就能够聚焦在他们的身上 与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 让双方都能够成就彼此 在进行连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 要亮出你的价值所在 展现自我价值 其实并不是要你表现出自己有多厉害 而是要你从利他的角度 去展开行动 更何况如果你不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价值的话 那对方可能就没有耐心听你说话了 这时候我们前面所准备的信息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比如你知道对方最近有某某某的烦恼 而你也有类似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时候你就可以围绕着这个话题 来分享自己曾经的经验了 第二 严谨意害 迅速并且适宜的做出约定 通常在初次进行连接的时候 我们不太适合一上来就长篇大论 完全不顾及对方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保持简单的对话 尽可能提出对方感兴趣的课题 然后再与他们约定下一次的见面 这是为了延续两个人的关系 只要约定好下一次之后 你就更有机会加深和他的关系了 在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也要做到步步紧水 这也是作者所认为的 人际交往技巧当中 必不可缺的一个关键 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并让他们记住你 所谓的步步紧水 其实就跟字面的意思一样 就是要紧密的和对方联络 特别是跟莫生人 解释的20个小时以内 比如当你在飞机上 认识了什么样的人 那就应该在夏季之后 给他们发一封信息 如果你是在酒会上 解释了新朋友 那同样的 可以在酒会结束之后 给他发一条信息 在使用步步紧水的技巧的时候 作者也建议我们 要注意一下几点 首先在发信息的时候 可以简单的表达一下 自己的感谢之情 比如说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非常期待 能够再次的和你见面 我们保持进一步的联系吧 然后也可以提一提 你们两个人 在上一次交谈的细节 让对方更能够感受到 你对他的关注 也可以帮助他 回忆起你是谁 再来 如果你们互相 有定下什么样的一个约定的话 也可以提醒对方 该要安排什么样的时间 来见面一下 比如我很享受昨天的交谈 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的领悟 在那之后我也仔细思考了 我们昨天所谈论的议题 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的 那天如果有机会和你见面的话 我会去那边和你详细的谈一谈 这时候如果对方答应了 说好啊 那么当下一次你有路过对方的所在地的话 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将这一个对话内容所约定好的承诺 直接和他见面交谈了 另外你可以特别选一些 对方可能会感兴趣的文章 去发给他们 表示你有将他们放在心上 或者是 手写的信件 也可以帮助你抓住对方的注意力 毕竟在这个电子时代 手写的信件就显得非常的独特 他不仅可以很好的维持彼此的关系 也能够创造出一种亲切的氛围 在经营人脉关系的时候 维持一定的温度非常的重要 与其发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给人 还不如给他们一些 私人制定般的惊喜 让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在你的心里面是很特别的 这才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秘诀 好了 就是今天 还有所要和大家分享的 别读自用餐 有关于拓宽社交圈和人脉管理的部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拓宽社交圈有三个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 第一 不要有所保留 要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也要慷慨地给予 第二 要未雨绸缪 不要等到有需要的时候 才能想到要去认识人 以及 第三 要了解个人使命 先确定自己的目标 再制作关系行动网难途 并且建立个人的顾问团 让你的人脉帮助你达成目标 而人脉管理的三个步骤就包括了 第一 准备步骤 要预先了解对方的境况 经历 兴趣等等 才能够创造出更加深度交流的机会 第二 选择性的进行连接 要列出对目标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士 然后聚焦于跟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以及 第三 步步紧随 要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适时的联络他们 既以维持彼此的关系 也创造出亲切的氛围 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关系 是一场漫长的旅程 因为这是一段积累的过程 不管是事前准备 选择性的连接 还是步步的紧随 这三个步骤 在我们拓展社交圈子的过程当中 缺一不可 引用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G.B.亚当斯的一句话 从来都没有孤军奋战的人 我们都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的支持下 成就了自己 不管是谁帮了我们 又或者是鼓励了我们 都成就了我们的性格和思想 当然也成就了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 你都是如何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呢 你有在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脉吗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分享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一起互相讨论学习吧 在巴兔 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更多有关于有效社交的使用技巧 让你可以更加有效 快速的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 欢迎你 现在就订阅成长读书会 其该高效的视觉化学习体验 每周读懂一本书 就以成功更近一脚步 我们下一集再见